这次瑞士女排精英赛的场边,有一个举着五星红旗,每一场都不一余力为中国女排加油个外国球迷,她就做在观众席的第一排,显得格外强颜,不论输赢权力支持。 事实上,很多中国女排的球迷都认识她,她是中国女排头号铁杆老球迷,名叫约瑟夫,约瑟夫是布兰人,已经年过半半,她是看了2012轮多奥运会,从此喜欢上了中国女排,成了中国女排的铁杆粉丝,为了观看中国女排的比赛。 波兰爷爷满世界讨,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,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奥迈尔的比赛,都能在场边看到她的身影。 而瑞士女排精英赛事约瑟夫在现场观看中国女排比赛的开始,2013年的瑞士赛,约瑟夫在场边温环很青涩的竹亭加油鼓劲。 2014年,她见到了最喜欢的中国女排球员会若齐,在中国女排没有赛事的时候,约瑟夫也会收集中国女排的信息。 那位女排姑娘们生日,她也制作精美的画册,表达自己的祝福,如此之心,而且还是一个外国人,确实让人感动。 在观看女排比赛的时候,约瑟夫也随时带着一台相机,记录女排姑娘们赛场上的精彩瞬间,简直成了中国女排的场边兼之摄像师。 有趣的是,这次中国女排在瑞士赛的排队赛上,跟波兰女排相遇了,一边是她最喜爱的球队,一边是自己祖国的球队。 但是,约瑟夫亦然而然选择立挺中国女排,中国女排有一天的休息,希望这一天的希望能让她们变得更强大。 我希望中国女排能赢下比赛,我也希望波兰女排能有不错的表现。 约瑟夫表示,这样的铁杆粉丝,在中国三大球恐怕,也只有中国女排才能拥有吧。